花莲施工所今年度的骑来玩一下再推出三条精彩路线 其中35公里的部落为旅行 在这个星期假日出发 市长魏家燕除了感谢来自全国各地朋友踊跃报名 他也亲自骑乘了自行车和学员们共游花莲来体验花莲的美好风光 每年暑假非常受欢迎的骑来玩一下自行车活动 三条路线几乎是报名秒杀 其中部落为旅行在这个星期六出发 市长魏家燕表示透过不同路线不同难度的骑乘体验 要让更多人走进花莲感受花莲的美好 今年的我们骑玩一下 然后总共有35公里65公里85公里 那在这边也横跨了五个乡镇 不局限在花莲市 那也是第四年办理这样的活动 我相信报名的人数其实也是瞬间就秒杀了 那今天家燕上任以来 那也想要参与看看 因为很多的来参与的报名的车友 跟我说 市长你都没有参与啊 那今天我就都已经着装完成了 就准备待会在有两个行程跑完 就要跟着我们的一些 来参加的一些 那个活动的好朋友们 我们就一起骑 然后一起欣赏我们花莲的一些美景 跟一些风光 那借此我自己也可以了解到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花莲的一些美景 跟一些部落的一些文化生态等等 那也希望说 未来我们是不是在思考 可以再增加更多的一个乡镇 或者是增加更多的提示 因为还是有太多的人没有报到 那其实也感到蛮遗憾的 这次市长维佳燕还亲自骑乘自行车 与学员们共有花莲感受起来玩一下的魅力 而学员们也都非常喜欢旅程的安排 感觉还好吗 非常好 好棒 超美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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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刚刚骑着还好 OK OK 骑到这样一小段感觉怎么样了 舒服 舒服 好喜欢 真的很美 非常喜欢 部落为旅行全程有35公里 从花莲车站出发 经过撒过步道前往七星潭 眺望无垠蔚蓝的太平洋 到光隆博物馆了解花莲矿石产业的演变 回程路上行经花莲港景观桥 来到花莲市南北边太平洋公园 体验三海之间风光无限的火力小城 借旅会欢迎视报道